來 因為他們這個歌唱比賽 其實他們都出了很多的一個黑幕 因為他們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已經離開舊公司很久了 這個節目都多久 所以什麼死人骨頭都弄講出來啦 來啦 來 不爽的就一次講出來啦 我跟你講 第一條就嚇死你了啦 選手去留跟名次都有黑幕 不一定是賺的平時力喔 來 艾成…當時是這樣 我其實看到星光大道比賽 是非常嚴格的 對…妳是花錢過來的 第一句話就講星光 星光真的是很嚴格 然後我就看到超級偶像 那時候張雲晶 妄辭兩次都一直敗不復活 我想說 你們節目 等一下… 我想說這個節目有空間 今天是要說… 今天是要說製作感 就是自己人啊 自己人 等一下 剛剛是鴻鳴嘛 對 後來就沒有再回去菲律賓了嘛 沒有 不是 鴻鳴嘛 鴻鳴 如果是泰國… 泰國是好 都接受… 愛成… 她剛剛說她長得像 詩笑容大哥 不是啦 失去笑容 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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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是要聊黑幕嗎 好… 全部都是音樂可以控制的 比賽不公… 這個節目應該是滿有空間可以 對 對 有黑箱的空間啦 對 我就去比了 但是我比了 對 我們門開很高喔… 有道理喔 你把賴鳴鳴放在哪裡 沒有… 我們第一屆…門檻算高的 我算是D版 對… 然後整屆比賽的時候 結果因為他是粉紅坦克嘛 對 整集大家都覺得說 他是鐵第一名的 因為我拿了很多州的那個州冠軍 我們其實就是一直 所以我們選手其實就在選 就是在評第二名 所以我們那屆其實 我們是覺得是沒有內定 對… 可是沒有想到最後 對 所以他一集內定了是不是 他已經以為他去大安城 他很久沒哭了 就因為妳哭了 沒有 稍微簽約了 太假了 稍微的獎金多少錢 竟然可以去大安城看吧 他已經覺得會拿到獎金 已經要買房子了 100對不對 100…100萬 100萬 結果他就真的是有生病了嘛 對 我有感冒 然後他感冒要唱那首 Beyonce的Lessence 對… 因為我跟他這是同事 我們家主持電視同事 我常常聽他唱 他一拚啦 對 就覺得說他一定會拿冠軍 但是他那天真的感冒 我說妳去打一針 打那個 打一針… 打一針 為什麼他打在一起 還要… 這真的很好耶 對啊 真的就 沒有 那時候 因為我覺得就是感冒 我那時候第一次就是在台灣 有那個病毒型的感冒 所以我以前在馬來西亞 感冒都三天就好 我們就說那個叫傷風 就是大概三天就好 可是沒有想到 那一次的感冒 就是病毒型的感冒 就是太嚴重了 然後我以為不用打針就好 而且妳也以為艾成會讓一下 結果沒有 沒有 因為我從頭到尾沒有要他讓 就是他出權力我是很OK 他生病 然後他感冒了 結果的時候我看他彩排 你知道他一副跳得很開心是 你感冒了… 不是… 對 會發光耶你知道 看感情世界就在艾成是個 趁虛而入的那種 然後時光大到 其實大部分都是素人去參加 然後我算是因為那個時候 以前在 發過片 我已經發過片 然後去參加那時候 不但是網友 就覺得說我是不是有內定 就連那個時候我們同期 都會還不熟嘛 我就是不笑起來就是 拍到底的那一種嘛 看起來比較酷 對 看起來比較酷 然後他們也就覺得我會不會是 就是製作單位派來內定 安插的啦 安插的 後來大家都放心了 因為我中途也被淘汰了 對 不過我中途壓力很大 因為網友就會一直炮轟說 是不是內定 怎麼樣… 其實我又手很癢 又會去偷看他們的那個評論 我也會去偷看耶 對 大家都會看 人氣比較旺的那些選手 如果有那個贊助商 就剛好可能有一些主題 就是有個贊助商的話 你就很容易猜到 那個贊助產品 是最後哪一個選手贏得的話 對 你就會知道 其實最後製作單位會想要讓他 偏心啦 對 在牽三甲這樣子 對 就會有一些安排啦 沒辦法 還是會先往來 對啊 節目 節目終究還是一個產品嘛 是 能賺錢的 黑毛 白毛 濃爪流血力 才是黑毛 我那時候是唯一一屆 就是拿冠軍沒有講到半句話的 什麼啦 因為他就是 人家他就覺得他是冠軍 然後他哭了 然後他哭的感言全部 全部都已經講到完 因為上字幕了 再艾成是冠軍 然後就結束 完全會很弱耶 死上最委屈的冠軍 因為只有拿到100萬耶 不是 第一名100萬 第二名30萬 你說我信不信 一定要哭啊 對啊 沒有 是第四名才該哭吧 沒有 沒有 我們還進總決賽 前三名都有獎金 第四名完全沒有獎金 結果我們說他真的很好 他一人分 第四名跟第五名 一人五萬 我也是 真的 我選你的… 對 他過來第二天 你們兩個這樣子 我們名為很尷尬 他沒有分耶 沒有 他不但沒分 他來廚商被海紅了 沒有… 我認為金曲 我總決賽隔天就出車禍 還賠10萬塊錢耶 出車禍為什麼會出 對啊 我決賽第二天 然後要趕通告 然後再來台北的路上 就撞到人家的車子 要賠10萬 對啊 獎金200萬不是嗎 對啊 獎金100 獎金哪有200萬 85而已… 還有簽約金嘛 跟那個昌緣公司 我更慘耶 我是外國人扣20%嘛 對 扣20% 你看 算說的還扣20% 我給第四 第五名各5萬之後 還辦一個謝師宴喔 慶功宴 對… 慶功宴 然後呢 我還請第一屆的來吃喔 真的假的 他們說幹嘛請第一屆來吃 你是村長喔 你跟第一屆又不熟 連絡感情啦 那為什麼沒有起星光啊 對啊 對啊 不親我們 我的媽啊 進到前十強左右了 然後感覺好像節目為了這個 多樣性 然後會特地留某種歌路的歌手 在節目上 然後都遲遲不淘汰他 就像我這種就是 陽光型的偶像歌手 所以會撐到 可以撐到第四… 你是陽光基金會心的啦 什麼陽光型 曝光型的 曝光太多曬黑了啦 就是所以會留住一些 你們覺得根本 就稍微會讓他比較多 容錯率比較高一點點 你說例如說看歌詞唱錯兩次 還繼續留著那種感覺 對 我只錯過一次好不好 而且我是有參加復活賽 才會來的好不好 錯一次還可以得到冠軍 那真的是很厲害的事情 對 祝活賽是因為張雲晶而設立的 對… 以前沒有 對… 對… 我們後來七八九見到哪有 不是 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突然間賽制有點改變了 然後那一集我選了一首 我其實幾乎沒有聽過的歌 那首歌叫白月光 然後那個歌我唱 白月光啦哩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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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結果我就整段全部忘詞 因為那時候我在 就是那時候我有個樂團 我們在表演 淘汰了之後其實我還滿開心的 對 我真的滿開心 我覺得冠軍講這種話真的太刺 他就是一直考試… 我沒有讀書然後他拿第一名 是不是有一種鬆了一口氣的感覺 對 當時就在總決賽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總決賽的時候 會要唱兩輪歌曲 對 然後那時候第一輪 我原本想要唱一首原住民歌 那時候都已經最後一次 上台唱歌了 然後因為要先晉級前三強 然後才能夠唱第二輪的歌曲 對… 然後就想說我自己 對於原住民歌曲比較有把握 OK 對 然後可是他們就說 因為我第二輪選的是 有和聲老師的 因為總決賽他們就會 想說氣勢比較磅礡 就會找和聲老師 然後後來他們就說 你要不要用在第一輪 因為和聲老師已經請了 對 因為搞不好 你唱不到第二輪的話 和聲老師而且錄比較晚的話 他們也要急得下班 好適合 考量怎麼會在你身上 所以就變成是 我就先唱了第二輪比較 沒有特別把握的歌曲 先唱第一輪 哪來唱第一輪 就因為這樣的關係我就 也唱不到第二輪了 我記得那時候 禮拜三採完牌之後 禮拜六要比 但是我回家練一練 結果 採牌完 採牌完牌 我又中了 到底哪裡… 哪裡到底 然後我記得 我已經練唱了 到半夜晚上的時候 他才打電話說要換一首歌 我說什麼歌 它是蔡琴的被遺忘的時光 是誰 還記得嗎 會唱嗎 會啊 是誰 我總覺得 他唱歌的時候 真的很像以前我們也前輩歌手 是誰 妳仔細看 葉佳修 我昨天在遺忘 鄉間小綠 對… 我昨天在遺忘他還是有照到鏡子 真的假的 雲金也覺得很像對不對 就在妳鄰居 我沒看到 其實他自己也跟我這樣說 我說我表還滿像 他對著妳走來 然後完全沒有要閃 兩人互看對方都沒閃… 雙方面都以為是鏡子 我採牌完的時候 然後已經練了 叫妳唱那個被遺忘的時光 可是我只剩三天時間 但那時候對我來說這首歌是新的 新歌 我以前沒有聽過 是 不熟 然後又把我排在第一個唱 好尷尬 你知道我那時候唱完的時候 我記得我最低分 然後第一個比完是我 然後第二個 第三個 到第七個的時候我是最低分 其實我那時候就覺得 我自己會被淘汰 我就坐在那裡 但我就覺得沒有關係 算了 自己就可能很豁達的感覺這樣 結果我就被叫出去 還在錄的當時 我就被叫出去錄那個淘汰感言 我就一邊錄 然後他們就一直要妳哭 然後我就哭得稀哩花 說對 我要淘汰 我怎樣…這樣 我很謝謝什麼單位什麼 走進去 我就是堅持不換的那一種 因為那種通常都是歌自己選 同一屆就有一個像明娟一樣的 問題發生 就是像那個黃美貞 黃美貞 在攻擊了是不是 沒有 沒有…我是在講她 只是閒聊… 對… 就是她當時因為要選歌 然後後來就是比賽前 她突然換了一首歌 是被建議的 就是妳是我胸口永遠的痛 但她其實唱那個歌是好聽的 可是因為她對這個歌不熟 所以她覺得她沒有充足的準備 然後臨時可能前兩天三天就換 然後彩排的時候她就記不住了 我們那一屆發生一件滿大的事情 因為後來那個還導致那個 那個參賽者就是他有點精神崩潰 那時候已經進入十強了 就是整個大都很緊繃 然後每一次我們開歌上去 大概都會被製作單位 篩選掉很多歌 比如說你現在開一個很擅長的歌 但製作單位跟你說 你要不要唱另外一首歌比較好 就是有點像明偉那邊的說法這樣 對 有效果的考量 對 結果那一次就有一個 是製作單位安排 就是要讓我們有點那種 三國競爭的那個廝殺的那個角色 那個選手他就唱了一首 是評審指定的歌 唱錯了 對 他唱錯了 他整段也是大忘詞 然後他沒有辦法背 然後他那一輪失敗的話 他就會調到第二輪的復活 因為那時候復活賽 就是復活賽剛剛那個 已經被人家罵爆了 對 唱唱復活 就不能再復活 這一次就不再復活 對 我們就有一個新的賽制 直接拚 把門關起來 等於趕出去 雲菁 你今天一直來解釋 對 雲菁 雲菁 我也是有好好的參加復活賽 好好的唱完才復活的好嗎 不行 不是說我一個人參加復活賽 你不能參加好嗎 所以第二屆我們就不復活賽了 就把門關起來說 評審剛剛打分數 打錯了 所以就是 沒有復活賽的話 怎麼對基督徒交代咧 不是 不是 我不是參加復活賽才來的 好不好 耶穌不是復活賽 不是復活賽 他是復活節 雲菁沒事 主耶穌也參加過復活賽 大家一起… 反正到那個時候 那個選手 因為他第二首的選歌就是比較弱 然後製作人就直接就是說 你要不要換一首你最強的 然後我們所有人都知道 他就當場換歌 從比從路 從比從路 對… 然後就為了留下他 可是他到最後的時候 到後面幾輪 因為大家就會覺得有點不公平 然後後來他自己提出要退賽 因為他就受到大家的壓力 他自己不要他 這位選手就叫做名字 你不要用那種無辜的臉 他就… 就一直被攻擊就對了 對 他就一直被攻擊 因為那時候現場是有觀眾的 所以其實觀眾本來就知道 他不是要唱那一首歌 然後當然就是 對 滿尷尬的 後來他真的很內疚 就自己退賽掉 對 你怎麼剪尾刀呢 不是 真的是怎麼樣 他們是錄完了以後 然後跟觀眾離開 喊咖… 然後直接重來 然後觀眾全部出場 再重來一下 然後再進來重錄 那真的是 不是黑幕而已 那時候也是黑箱耶 黑箱主 那事情也是發生在我自己身上 對 然後那時候也是 兩三天前然後才被就是換歌 換歌喔 對 然後其實 因為那一天其實要準備兩首歌曲 因為是天堂與地獄 對 然後那時候地獄歌曲 還是是不行選范小萱的歌 因為我是唱范小萱的歌 真的耶 唱他歌初始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要唱那個氧氣這樣子 結果後來 想說我開始培養情緒 然後阿淵我就這樣彈 然後一下 一下那個音樂的時候 我想說真的好可憐 好可憐 對 一直要培養情緒 因為當天就是有觀眾朋友 然後要來舉圈 就是要唱給他們哭這樣 對 對 然後結果後來 我一直聽完 然後很投入的時候就發現 對 幻然忘我 你創空進去了 對 完全忘記 歌詞是什麼 然後就想說 應該至少可以隨便亂哼一下 然後記得旋律 然後可是後來就發現說 全部都沒了 全部都沒了 然後他就一直到副歌的時候 我才想起來 我才唱那麼 如果你愛我 才這樣唱起來 然後結果後來到後期 就是播放的時候 我就覺得天啊 我那時候很緊張 想說完蛋了 我已經求到一個爆炸這樣 對 結果後來 製作單位還滿好心的 他們只有播我副歌的地方 這才是耍大牌吧 對 然後結果後來 整個那個討論度 其實都滿好的 因為大家都說 因為有唱的部分是好聽的 對 大家說我副歌唱那麼好 為什麼分數還這麼低這樣子 妳是 然後結果這件事情 結果後來 那個氧氣這首歌 還收錄在我個人第一張專輯的 真的 誤打誤撞